2023年4月12日中午 在费城唐人街鼎华中心大楼旁 由费城华部发展会和著名画家蔡晨林 姚玉丽 龙怡凤等举办了名为《城前企后》 既往开来壁画庆典日活动 社区领导和各族一朋友云集一起 共同见证这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老臣各位 我们今天的活动我们今天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们鼎华队今天后面那里有个风画 我们今天精彩这个鼎华队 我们放了很多心机很多钱去建建这间楼 这间楼对堂街非常非常好 多谢 多谢 我是这个并画的其中的一个艺术家 另外还有点位的书家 因为是在前面建设 一位是全会的历史 那我们三个人呢 是在差不多2019年的时候 开始策划这个壁画 壁画的策划包括三个街内 第一个呢 是跟区域方面 这个监处和各种这些牙医社区 能不能一起介入我们这个计划 来帮忙设计我们这个壁画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设计这个壁画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画这个壁画 我叫蔡秦琳 我是来自于中国福建的艺术家 我现在居住在美国费城 现在在这里充实壁画艺术 这里画个作作古作展览 然后就是美术教学 然后背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我们最近刚刚完成的 成前起后的壁画项目 这个壁画项目是由费城 台湾街发展会PCDC发起的 目的是为了庆祝费城台湾街 建成153周年的经典 壁画第13年 我们从2020年开始 第13年才完成的 基金经历了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 但是呢这个壁画项目得到了费城 大费城地区众多亚裔社区和团体 和机构的支持 我们在壁画的设计阶段 就有广泛的增加作品 从不同的亚裔社区团体机构 去咨询大家对壁画的意见和想法 在壁画的绘制阶段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亚裔团体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有数百位的志愿者来参与到壁画的绘制和制作 在壁画的设计当中 我们也把很多亚裔文化和中文化的元素都融在壁画里面 像壁画的设计上面 可以看见有红色的旭日和铿飞的仙鹤 在中文化里面是象征的长寿和幸福的好运的象征 同运当头 之后呢大家可以看见壁画上面有这个纸鹤 形成的一条附近 这代表的是存在的希望 还有再往下你能看见卷桌上面有描绘了 中国城的历史上面一些重要的瞬间 所以这个壁画的项目的主题就是成千集后 所以呢 还有呢你可以看见在团队的壁画的主要形象周围 你可以看见有众多的亚裔元素 比如说像是孙悟空啊 比如说像是一些美食啊 比如说像是一些乐器啊 所以它代表的亚裔文化里面的多多方方面面 还有也是武师 还有龙舟 之后呢你可以看见壁画下面最后的背景 笔案上面它是由五单的花瓣 进行转变形转化出来的一个图形 五万花瓣上面覆盖了各种亚裔文化 广化国家的一些纺织文样 比如说从南亚 东亚 东南亚还有一些太平洋导播 所以呢这个壁画的整个内容是包含的 整个费城大 的费城地区 对于众多亚裔文社区的 他们的文化传统和 他们的故事 所以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的壁画项目 希望这个壁画项目 我们的计划这个壁画项目 会在这里持续的50年 所以呢这个壁画项目将成为费城 唐人街乃至于整个费城地区 新的旅游新地标 希望各位的朋友来到费城旅游的时候 能来支持我们的壁画 谢谢 今天呢非常的高兴 来代表我们的工作 来组合我们的这个我们顶华楼的那个 当餐上面画的那个艺术画 真的了不起 花了三年的时间 今天看到我们三位这个画家 让我想到真的太惊奇了 他们用三年的时间 高高的称化在下面 来为我们费城我们的City 做更好更美丽的 费城的前世变得更美更好更春 谢谢